那无形资产 我说基本上 只要叫什么权的 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 只要叫什么权 大概都是无形资产 譬如说我刚刚谈到 如果你去争取到采矿权 它就有一个权 它也是一个权力而已 所以你也算是 可以算是无形资产 我授予你这个权力 你去开采了以后 那可能你后面 是不是就可以有开采的 就变成是天然资源的性质 就要看你们的合约怎么定 所以这开采权 有时候还要看你后续的 你有开采权 而且你有开采的 可以卖 就是开采出来的东西 这个天然资源你可以卖 那这个权 它是算权 还是算矿产资源的成本 可能就要看看你们的 这个合约的内容 那纯粹看得出来 纯粹是一种权的话 比如说版权 它版权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权力而已 给法令赋予它的一个 保障的权力而已 所以像版权 还有商标权 专利权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就这么几个吗 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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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跟版权有没有一样 我也不知道 可是感觉上有点相似 那这些都算是 无形资产 那这些资产我取得的时候 我的科目 就用这个科目 就用它的那个 这个取得的权力来入账 比如说你是专利权就是pattern 如果你是版权就是copyrights 诸如此类的 那这些权你就用这个科目入账 那你的成本 一样 你取得这个权力 然后你可以什么 可以提供你经济效益 所有的合理支出 都算你这个 无形资产的入账成本 好 所以它的入账成本 跟前面没有不同 但是他基本上 第二个当中 你取得这个权力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常看到 尤其是专利权 最容易发生的是 就是跟人家发生诉讼 好 那你跟人家发生诉讼 请你记得 当你跟这个 因为你的专利 或者是什么原因 你这个有这个被侵权 或者是你被告侵权 等等都是一样 你就是会发生诉讼 你只要发生诉讼 不管你是胜诉还是败诉 这个诉讼费用 这个诉讼的支出 都视为当期的费用 好 你不会因为这个诉讼 而导致你这个无形资产的 价值增加 所以所有发生的诉讼 的支出 都视为费用 好 那如果你是胜诉 也是视为诉讼费用 那如果败诉呢 如果你败诉了 你不但发生诉讼费用 你要赔偿 而且你原来的无形资产 就把它冲销掉 因为它就没有这个价值了 比如说 你说你有专利权 那这个专利权呢 你承认了一个金额之后 好 那有人告你 你这个专利权是侵权的 你是抄袭来的 所以你是违反了这个专利的 这个专利权 好 所以你就发生诉讼 结果结果 最后一个法院的结果是 你败诉了 败诉你这个专利权 这个无形资产 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你不但诉讼支出 要承认为费用 你赔偿要产生诉讼损失 而且你要把原来账上 你所承认的无形资产 也要冲掉 它变成是一个什么 损失 好 所以当你败诉的时候 那你这是什么 就是你不但是你的支出 都要承认为费用 而且你要把你原来资产的金额 也要一并冲销掉 因为这个资产就没有经济效益 没有价值了 好 那第三个阶段 好 就是所以这个无形资产持有当中 大概最常看到就是跟人家发生诉讼 好 诉讼会做什么事情 所以基本上无形资产持有当中 几乎没有发生过 因为你的支出导致你这个无形资产的价值增加的 几乎没有 好 所以无形资产比较没有出现所谓的资本支出的情形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无形资产期末要做什么事情 期末要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叫做成本分摊 我们上个礼拜写过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 我们叫做amortization 叫做摊销费用 好 那它的相对科目 我们也写过了 你可以写累计摊销 你也可以直接代记这个专利 直接代记这个无形资产的会计科目 这两种写法都可以 好 那再来期末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减损测试 好 那我们说呢做摊销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谈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你无形资产取得之后 你除了用会计科目 找到适当会计科目入账之后呢 你还要接下来你就要去判断 它是有确定年限 还是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什么叫做有确定年限 如果法律有规定 好 这个专利权 我保障你三年 好 这个专利权 它的年限就三年 好 那当然我说了 就像我们的这个折旧一样 我们折旧的年限的决定有两个 经济年限跟物质年限 选择比较短的 那我们无形资产也是一样 它有法定年限跟经济年限 无形资产没有物质年限 所以它只有法律赋予它的年限 叫法定年限 跟经济年限 你认为这个资产可以提供你多少 多久的经济效益 叫做经济年限 二选一选它比较短的 为你的摊销基础 好 所以我们在做摊销的时候 用三个数字加一个方法 那三个数字 成本 年限 跟残值 那国际会计准则已经讲了 原则上 无形资产都假定 都是假定它的残值为零 刚年限讲了 经济年限跟法定年限 选它比较短的 好 那如果没有确定年限呢 法律上也没有明定 那经济上我也没有办法判断 它会提供多久的经济效益 所以它就没有确定年限 没有确定年限 我能算它的贪销费用吗 我们是不是成本减掉 残值去除 假设 因为尤其是无形资产 绝大部分都用直线法居多 除非你有这个 你的判断里头 觉得其他的折旧方法 会更贴近事实 或者是更符合 这个财务报表表达的目的 那你可以采用其他的 那否则的话 绝大部分都用直线法 所以我们想用直线法的观念来看 成本减掉残值去除年限 你既然没有确定年限 你的分目 就没得除啊 因此 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其末不用做贪销 好 我说所有的无形资产 你要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有确定年限 一个是没有确定年限 一个是没有确定年限 所以我刚刚也先去解释 什么叫做年限 好 那没有确定年限的 我们其末没有办法做 这个无形资产的贪销费用的认列计算 因为它没有分母 好 所以就讲了 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其末不用做贪销 所以不是 请你记得 不是所有的无形资产 都要做贪销 没有确定年限的资产 无形资产 不要做贪销 好 所以意思是 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就要做贪销 没有确定年限 就不用做贪销 好 那第二个我们说其末要做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减损测试 其末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成本分摊 一个是减损测试 没有确定年限的 不用做成本分摊 因为它没有分母 没有分母可以算 所以它不用做摊销 好 那要不要做减损测试呢 都要做 好 不管你是有确定年限 还是没有确定年限 你都要做减损测试 也就是说 你要跟你的可回收金额 跟你的账面价值 来做比较 如果可回收金额比较低 我就要承认减损损失 好 所以跟择救性资产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但是 比较特别一点的是 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你要做的减损测试 不一定是在年底 它只规定你每年要定期 在一定的时间去做减损测试 但是我刚刚谈到 期末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成本分胎 一个是减损测试 都是期末做的 但是我刚刚也提到说 没有确定年限也要做测试 但是它测试的时间 减损测试的时间 比较特别 它没有规定 一定要在期末 报导期间结束日 我们叫期末 它没有这样规定 它只规定你每年要定期做减损测试 我每年10月1号去做减损测试 可以啊 我就是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每年定期做测试就可以了 好 但是有确定年限的 因为你定什么 你的减损测试的比较 一定是提完摊销 提完成本分摊之后的账面金额 再跟可回收金额做比较 所以它都是期末 但是没有提列 没有确定年限 不用提摊消费用的 你的减损测试 不一定要在年底 当然你说 我高线在年底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人说不可以 他只是说 你只要每年定期做减损测试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 那哪些的算是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最常看到的一个商标权 我们画一个M 大家每个人看到一个黄色的M 第一个一定就想到麦当劳 那当然这个M就是麦当劳的商标权 那这个商标权 麦当劳有说我只会活多久吗 不会 所以这个商标权 他就不用提摊消费用 因为我不知道我 那个麦当劳没有自己设 那个自己说我只要 公司成立100年之后 我就要关掉了 不会嘛 所以这种商标权 没有确定年限 是个很典型的 好 所以这种就没有确定年限 你就不用提摊消 那要做减准测试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确定年限的呢 还有哪些 就有些是法律上面的规定 我就不讲 有些法律规定 就可能各国的规定不一样 好我们就不讲 然后另外一种呢 可能我们就要谈的是 商欲 大家常常听到商欲 好所以商欲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446页的第二点 就有特别提到 这个初题字 是goodwill 好的名声 好的愿望 will也可以当愿望 也就是说 你对这个是有期待的 什么叫做商欲 这个有商欲呢 通常我们会 我们有一些的附录上面 会讲商欲的计算是怎么算的 这个基本上 我们不去讲商欲怎么算 我只告诉你说 商欲是怎么来的 有几个前提 有几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 商欲一定是公司跟公司 合并 合并而会产生的商欲 好 第一个商欲一定是公司 合并而来的 课本上面就讲了 好 第二点 他说呢 在另外一家公司 然后取得另外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取得另外一家公司 好 取得另外一家公司 而取得的价格 得付的价格 好 会大于 会比较高的 那超过的部分叫做商欲 好 那我们谈一下呢 什么意思 好 我的goodwill也是自什么 商欲就是 我的取得成本 我支付的成本 国际会计准则呢 它叫做移转对价 我要取得这个东西 付什么东西出去 我付出去这个东西 叫做移转的资产 移转出去 它的价格有多少 叫移转对价 去减掉呢 我取得可辨识净资产的 我取得的成本 我支付的成本 大于减掉呢 我取得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而且这个净资产呢 我们叫做可辨识 好 可辨识的净资产 什么叫不可辨识 也就是说 这个资产 我不能单独 跟其他东西分开的 商欲就是一个 不可辨识的 无形资产 商欲是一个 不可辨识的 无形资产 随便举例来讲 好 今天麦当劳说 我要把它 这个麦当劳呢 我要把它卖掉 要转手给别人 好 那麦当劳呢 要把它转手的时候 他一定会什么 买方一定会去看 你这家公司呢 有什么样的资产 你有什么负债 好 所以你资产减掉负债 就是我的equity 权益 这个权益 我们也叫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 net access 叫净资产 所以净资产的意思 就是资产减掉负债 叫做净资产 净资产 另外一个角度 用我们的会计 很整是来讲 它就是什么 权益 所以资产减掉负债 就是权益 那资产减掉负债 也叫做净资产 那净资产 这个权益呢 其实我们也叫做净值 好 净值 好 那 我们如果在取得的时候 我说了 我会再强调 公司内部的账怎么做 那是公司内部的事情 外面的人 他看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只是一公允价值来评估这家公司 所以我要买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也不会说 你资产说你这个机器还值一千万 我就认定是一千万 不会啊 我一定要找人来见价 这个机器 已经用了那么久了 再者新的机器产生了 这个机器 即使你带到市场上的话 卖不到多少钱 五十万就了不起了 所以他的公允价值就五十万 所以呢 我说当你要去卖东西给人家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讲说 我公司账上说这个资产还值多少钱 那是你公司的认定 对买方来讲 我会请人来见价 看这个资产 到依目前的状况来讲 他值多少钱 所以我们外面的人看 一定是依他的公允价值 好 所以当买的人呢 他愿付的金额 大于他取得这家公司 可辨识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超过的部分就是商欲 好 所以我说今天如果卖当年要卖 他的所有资产 他的门市 他的一些什么 这个炸 那个什么 生财设备 就是他的什么 烤箱 然后那个炸炉 等等这些加起来 扣掉他的负债之后 就叫净资产 可是他要卖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什么 假设这样算了全球 卖当劳的他的那个 直营 直营店 好的 资产减他的负债 全部假设有30亿的美金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有30亿 他一定不用30亿卖掉而已 为什么 他经营那么久 这个M 这个商标 就让人家什么 一眼看到这个东西 就认得这个是麦当劳 而且大家就会觉得 麦当劳的东西 我随便讲了 麦当劳的东西一定有他的品质保证 假设是这样 所以他就有无形的价值存在 所以当我要卖的时候 麦当劳要卖的时候 虽然我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就30亿 但是我要用300亿卖 你只要有人愿意买 我超过的部分就是我的商业 好 所以我们在讲什么叫商业 第一个一定是公司合并 或取得另外一家公司 而且他取得的成本是大于 他取得这家被合并公司可辨识 好 Dividable 不可辨识的净资产 可辨识 什么是不可辨识 商与是属于一个不可辨识的无形资产 不可辨识 因为他不能分离 因为他已经跟这家公司绑在一起 哪一天麦当劳要卖的时候 他不会说 我把我的商标卖给你而已 你把他的商标卖掉 他本身就不会有什么 不是商标啦 不是商标 商标是可以卖 我把卖给你可以啊 这是我的商标 但是我把我麦当劳的形象卖给你 我的麦当劳还存在 有人可以买吗 不能买他的商欲啊 好 所以商欲是不能跟这个企业本身分开的 我们叫做不可辨识 好 所以我刚刚讲 商标是可以卖的 我把M卖给你 从此以后 也许原来的麦当劳还是在卖炸鸡 还是在卖汉堡 但是他就不用这个名字了 没有这M的 好 那当然他可以把他的商标卖掉 所以他可以跟他的原来的东西分开的 但是商欲是不行的 商欲是不能单独卖 所以他是一个不可辨识的资产 所以我现在谈的是 我取得这家公司的净资产 是指他可辨识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超过的部分就是我的商欲 好 那接下来 所以第一个 在我们的那个446页 就是先去举例一下 他说呢 我们的无形资产呢 有哪些来源 第一个呢 就是政府的授权 比如说我给你什么样的开采 开采权或者是政府法律上保障的 比如说专利权 copyright license 什么执照或trainmark 就是商标权 好 还有商标跟商标权 那个商标权 那个商标权 就是名字 然后来另外呢 就是商欲 也是我们的无形资产 好 那再来呢 看一下呢 我们 在我们的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上面 但第一个 好 这边有个什么 有limited line 有确定年限的 有限年限 有年限的无形资产 意思是说有确定年限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没有确定年限的 好 那所以呢 in 446 月的 关于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的 第一段的后面 他是不是告诉你说呢 我有限年限的 我要做什么 在有限年限的无形资产 我要做amortization 就是做摊销 那对于没有确定年限的呢 我就不要做摊销 好 这是这上面已经有讲了 好 那计算的方式 他的摊销呢 当然就是他的成本去除他的年限 那基本上来讲 他的残值 假设都是为零 尤其是国际会计准则 也有特别这样讲了 好 那我们通常 我们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都是直线法居多 好 那后面呢就讲了pattern 这个专利 好 那专利呢 他的成本的认定 好 专利的成本认定呢 其实 我们会从他具有商 这个我们等到中块的时候 会告诉你 专利如果是对外直接买 那比较简单 你都开发好了 你都已经经过了 这个专利局申请了 好 已经有这个专利 我直接去跟你买 那我买的人就知道我铺了多少钱 我就有多少专利 我就有多少专利 我就有承认多少我的专利权的成本 但是有一些专利是公司内部自己什么 去发展开发出来的 所以到中块的时候 我们的专利怎么开发出来 你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 R&D 研究 好 要先什么 先去研究 然后再会什么 把它开发出来 做研究了之后 哎 可行了 具有商业价值了 我再来去做开发 所以未来在你中块的时候 这个专利如果是公司内部自己去开发出来的 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叫做研究阶段 好我们再试 这样可不可以 那样可不可以 还在研究阶段 然后研究阶段 所发生的支出 我们当作费用 好 那只有在我经过了研究之后 到了发展阶段 我说什么叫发展阶段 就是具有商业可行性了 才是我的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所发生的支出 我就可以把它资本化 好 那因为发展阶段呢 它真的形成专利了吗 还没有 所以你一定还会有 你会用一个科目叫做 发展中之无形资产 因为它还没形成专利 好 但是我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完成到 我认为具有商业可行性了 所以我只要再测试一下 它怎么样去开发更具有更好的一个生产方式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叫做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的支出 我可以把它资本化 那它的处理方式 我们叫做开发中之无形资产 那开发中的无形资产 既然在开发当中 你有年限吗 当然没有 所以开发中的无形资产 也不用做贪销 因为它没有年限 因为它没有完成嘛 它没有完成你怎么知道它可以用多久 或者是法律上也没办法赋予它权利啊 所以这个时候它没有确定年限 所以它也不用做贪销 但是不用做贪销 它也要做减损测试 好 那再来 等我的开发中的无形资产 已经开发到某一个程度 好 已经是什么 具可行了 我要具什么 去申请 到专利局去申请 那专利局的人要来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独特 法律要赋予你这个权利呢 好 所以它一定要什么 会到你的工厂 或者是你的实验室 你要试给它看 我开发这个东西 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所以你会有一些什么 测试的成本发生 给专利局的人看 然后专利局的人看完之后 认为可以 这个具有这个专利的价值 所以它才会 赋予你这个专利权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才把开发中的无形资产 把它转为专利权 那这个时候既然是个专利权呢 它就根据法律的年限 跟经济年限 二选一选 它比较短来做贪消费用 好 这是第一个 在我们447页 它的专利 它说呢 原始的成本呢 就是指什么 用现金 或相当用现金去支付 来取得的专利 好 那再来呢 这个所有 取得专利的人呢 他当然要有个什么 有个专利 专利权的无形资产 必须呢 在这个年限 在专利的年限里面 剩余年限里头去做 它的贪消费用 好 那这里也告诉你说 专利 它也是什么 有个法律年限 也有个经济年限 我选它比较短的 当作是我的什么 专利权的贪消年限 好 在后面讲的 copyrights 也是一样的 版权也是一样有年限的 因为都是法律赋予它的时间 好 然后呢 有商标权 那一样商标或商标权呢 也要看 假设呢 这个没有年限 当然就不用提列贪消 所以请你特别记得 然后有特许权 还有特许权给的执照 比如说像台湾 金融业 你要开银行 要经过特许 好 要经过特许 那一般呢 你的你要开公司 你其实不用特许 一般的企业 你就要去什么 经过我们的法定程序 去经济部 去做申请就可以了 好 报备申请 所以他基本上 你只要去申请 他都基本上 没有所谓 要经过什么特许的 那某一些的行业 比较特别 他才会要特许 像银行是特许的 好 所以你要请这个取得 所以为什么很多银行 为什么要并银行 好 像去年最大的一个并购案 就是元大并大众银行吧 好 然后台新跟 台新金跟那个张颖 这个问题 我记得 昨天的新闻讲 4月27日会宣判吧 如果没看错的话 没记错的话 就台新金到底能不能并张颖 或者是台新要并张颖 这个 之前的这个 并购案 好 他一开始有没有所谓的 合法性之类的 我记得他有提到4月底要宣判 好 所以像这种 因为你要经过特许 那经过特许的时间又冗长 你要付的东西又多 那会不会经过同意 所以还不确定性比较高的 所以呢 很多银行就会去并 如果想让我的分行数增加 因为你申请分行要经过特许 一样要特许 所以呢 我如果并了其他银行的话 那 他现有的这些分行就是我 变成是 我的分行 所以我的分行数 就会增加很多 好 所以为什么银行也会很多 去采取这种合并的方式 那因为并了之后 我就不用再另外再去申请 怎么特许权了 好 那 后面最后面就是一个商誉 商誉呢 就是不能跟原来的资产 这个原来的公司分离开的 好 所以我们就要看 这个448页 他的出体字就好了 他说呢 基本上商誉是不能个别出售的 好 那再来呢 所以呢 商誉只能跟公司整体 好 等着打包一起卖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448页的 foodview的第二段的后面 他的出体字就好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公司要记录他的商誉 这商誉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记呢 当公司去购买另外一家公司 而且是买了大部分的股权 买了大部分的股权 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会因为我的成本 我支付的成本超过 我取得这个公司的净资产 好 那 的公允价值 我就叫做商誉 就跟我 这个 448页的 这个出体字跟我黑板上写的 好 白板上面写的意思是一样的 他支付的成本 超过了 他取得可辨识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部分 就是商誉 然后再来最后一段 他告诉你说 商誉是不要摊销的 好 那商誉不用摊销 跟我们的 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不用做摊销是一样 好 但是这里没有特别去强调 也没有特别告诉你说 哎 要不要做减损测试 那我告诉你咯 好 只要是叫做资产 你都要做减损测试 尤其是非流动资产 你都要做减损测试 好 只是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 你的减损测试的时间 可以让你自己来决定 你只要定期就可以了 好 以上是我们的 后面还有个R&D 好 R&D呢 我们刚稍微有讲过了 好 那讲过呢 就告诉你说呢 如果你纯粹是 这个R&D的话呢 尤其是把它分成研究阶段跟发展阶段 好 到了中块 会讲得更清楚 什么是 什么情况之下 应该是属于研究阶段 什么情况之下 应该是属于发展阶段 好 那我们说了 只要研究阶段的话 它一定是个费用 发展阶段 它会是一个 把它可以认定为一个资产科目 我们叫做发展中置无形资产 所以这边有个development cost 应该会是属于我刚刚谈到的 类似我们的发展中无形资产的科目的性质 好 这是我们的第九章 好